是谁说当你开始关注7座SUV时已经不再年少 又是谁说人到中年不能只顾自己的喜好 回家的路程也许就是你仅剩的私人时光 这该怎么选 本期买车情报站帮你安排 它就是雪佛兰开拓者 雪佛兰开拓者定位为中大型SUV 搭载2.0T发动机加9AT变速箱的动力总成 驱动形式分为两驱和四驱两种 但它的售价却瞄准了中型SUV级别的对手们 全系共有5款7座车型和3款5座车型 7座车型的厂商指导价格区间为25.99至32.99万元 而5座车型的价格区间更是下探到了22.99至28.99万元 另外 即日起至8月31日 购买雪佛兰开拓者还可想以下约会政策 政策一 三年用车无忧礼包 其中包含 赠送三年保额50万元第三者责任险 车损险 不计免赔险 赠送三年共6次基础保养 以及三年或10万公里整车质保 政策二 至多15000元置换补贴或1万元增购补贴 如果您是非上级同用品牌车辆置换 可将补贴1万元 如果您是同品牌置换 则可以额外多享5000元 对于增购的上级通用品牌老车主 可想1万元增购补贴 政策三 零首付或两年零利率等购车方案 政策四 三大品质附件 包含登车踏板品质脚垫 及尾箱周五连 除此之外 凡在活动期间至雪佛兰天猫旗舰店下定8.18元 即想购车超值力包 前前后后算下来 花同样的钱买更大的车 还有多重优惠 这样的跨级竞争对于国内消费者而言 无疑是喜闻乐见的 好了 了解完价格 我们再来看看车 外观设计上 开拓者采用了雪佛兰家族的最新设计语言 前脸的凶悍程度 甚至不逊于大黄蜂科迈罗 系列的线条完美地体现出了美系车的力量感 另外 根据车型不同 开拓者还在包围 轮毂和配色上 实现了三种不同装扮 牙皮还是绅士 都能拿捏得死死的 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RS版本车型 更是将全身镀铬装饰进行了黑化处理 进一步增强了整车的运动感 体态和形象都有了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内在气度 进入车内 开拓者的内饰显然是参照了家族传奇跑车科迈罗的经典设计 黑色的皮革包裹 搭配红色的缝线点缀 满满的运动感 炮筒式的空调车风口 还嵌入了温度及风量调节功能 这样的小心思在粗放的美系车中并不多见 10英寸的中控屏虽然尺寸不大 但操作起来也还算流畅 内置的MyLink 加多媒体互联系统 支持导航 安吉星 语音识别 以及CarPlay和CarLine 两种手提互联功能 至于共装运紧 电线辅助 车道保持等辅助驾驶功能 也让它在对手面前具备一定的优势 毕竟经过着奶爸的责任 安全方面绝不能含糊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乘客的感受 开拓者第二排座椅的灵活性很高 坐身移动和椅背调节的范围都很大 且支持电动放导 不仅保障了第二排乘客的舒适性 也照顾了第三排乘客的乘坐环境 除此之外 开拓者的第三排座椅 还支持电动翻折及放导 极大的提升了操作便利性 空间方面 得益于座椅调节的灵活性 即便是满载情况 第二排和第三排乘客 也都能拥有较为舒适的坐姿 编辑认为 开拓者和对手相比 配置和空间表现是他的优势 再加上运动化的外观 都使他的产品力更偏向年轻化 就好像油腻中的一股清流 这种新鲜感 很容易让他在年轻消费者的 对比清单中脱颖而出 如果您刚好是为想要拒绝 油腻的年轻买吧 不妨去店里试试雪佛兰开拓者 相信他带给你的感官刺激 以语言描述更具冲击力 今天不要瞧 走 Lorenzo 尤其说 肝ák 吩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